听听故事,说说故事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哈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听故事,说说故事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今天来到了旅试人老师的工作室进行访问 那因为今天老师有工作要进行 所以我们是在老师一面塑陶 然后一面采访的状况下进行今天的节目 那等一下大家会在节目里面听见老师工作室特有的那个工作环境音 比如说像那个广播录音啊 然后或者是老师突然停下来然后喷水的声音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特别的感谢师娘在旁边就是帮忙解说 那旅试人老师是谁呢 他可以说是台湾交纸淘艺术圈里面数一数二的一把交椅哦 他的工作是荣获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工艺之家的殊荣 所以这一次真的非常感谢老师在百忙之中还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那因为我们这次的采访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分成上下两集 在第一集的时候呢就是这一次我们会就是主要讲说就是老师在做交纸淘这边主要是属于工艺的部分 那在下一集呢我们就等下一集节目的opening的时候再跟各位详细的说明 好那接下来就欢迎大家聆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好哈喽大家好我是古灵丁那我今天来到的是旅试人老师的工作室 那因为老师现在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工作就在处理这样子 然后他就是一个其实因为我第一次访问交纸淘 然后其实我也有点紧张好anyway我们我们就先就是先不要打扰老师 那因为老师其实是一面工作一面工作讲话 然后旁边还有师娘那也许就是等一下讲的时候 嗯师娘会做解释好 对老师你可以稍微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什么是交纸淘吗 交纸淘应该是一个地名啊 以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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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大陆他们的过来去廟 过来去廟老了一些古迹啊什么都有红啊 人们都那个红啊,狗迹红啊嘛 所以都叫交纸淘啊 以前就叫交纸淘啊 郡啦,他有一个地名叫交纸郡 然后从那个地方开始发展到到最后就是用那个地方的地名去 称呼他这一个那个陶器的那个名称 就像石湾淘他是在石湾开始做出来的 那交纸他是在交纸郡那个地方开始发展出来 所以他就是叫交纸淘 原来是因为地名的关系,所以他就是有一个地方叫做交纸 譬如说今天台南辅城有个什么淘,然后就叫辅城淘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那交纸淘他的做法是什么呢 他就是要先去也是要先塑形 然后塑形之后要阴干,阴干之后,然后要去树烧 他就是要摇烧,烧1100度 然后之后再去上釉 然后再去摇烧 他比较复杂,他要两次烧 那一般的陶或者瓷都是一次而已 所有的那个陶只有交纸陶他是需要两次烧 那因为交纸陶他需要两次是因为他的那个钮 他一开始的钮是用那个天然,最早最早的时候是用天然的矿物 矿物就是采下来的矿物去磨成粉 然后下去当他的钮色去烧 所以他的温度比较低 那陶土的话,他温度如果不到那个一定的高度 陶土他比较软 所以很脆 所以就是要分开 陶土烧一次 高温1100度,我们现在是用1100度去烧 然后 烧1100度那个土,他还保留着他的那个毛细孔 他有那个毛细孔,我们要上钮,他那个钮才能够 跑到那个毛细孔里面去嘛 然后又料的话,他的温度比较低 那现在也有老师,他那个又的温度调的也比较高 温度越高,他的颜色会越多 越漂亮 哦,就是他第一次其实是就让那个陶土成型 然后第二次才是 让颜色上去 就是让那个颜色上那个毛细孔然后再烧他这样子 好 然后 可是我看一下老师他现在是在做 所以他这个是他还没有开始烧的 的时候正在做他的工 对不对 他现在老师现在是在那个 雕塑 他的那个 这个是客人订的一个白玉面菩萨 所以他要按照客人他想要的尺寸 然后他拿过来的那个相片 下去 照那个形状把它雕塑出来 对 您刚好说就是像这个菩萨他是从哪边 他的样貌是从哪一间 庙这边出来的 他是从那个 北港武德宫 北港 那个上面那个 头上的珍珠一颗一颗 一颗一颗 老师他要一粒一粒粒 拌大粒 把他倒起来 这样 就是很多细节你就是要有那个耐性 一颗一颗慢慢的去把它 弄上去这样子 对呀 这完全都是手工 你看 刚刚那个师母你有说过就是 那个陶土好像就是 因为这一尊其实算大尊嘛 中大型嘛 中大型 中大型的话 他好像还要抢那个时间免得那个陶土干掉会裂开 对因为像现在夏天空气比较干 然后风又很大 那如果没有 那个 在那个同一个时间就是一直往上堆的话 那下面干掉的话他就裂掉了 那陶土 一旦裂了之后他 再补的话要进窑烧他就 容易从那个地方 还是一样再裂开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次一次的话他就是比较麻烦就是要抢那个时间一次 就是对在在一个短时间内啊不可能是一天嘛但是这是在那个短期内我们要 他尽量保持他那个陶土的湿度还有他的那个干干湿度都差不多那个时间然后一次把它完成 这样子 所以就是等于是他还没有塑形的时候就开始做下来然后每天八个小时开始一直做做做做做做完成 等他形状OK为止才算是就是他的形体的任务才完成 是这样吗 不只八个小时因为有时候要做到晚上八点九点也还在做 因为你现在在弄这个身体的时候有没有 你就是一次要把这个身体的那一个形状通通把它弄出来 然后让他固定 比较不会跑掉啊所以你这个身体你若感觉他的形状不对你就要一直打掉再来打掉再来的话有时候到八八点多九点还没吃晚餐也很正常啊 所以是在塑形那一段的时间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那现在像这样子他已经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是保持他的湿度的话就可以开始慢慢的去修饰但是也不能拖太久 所以你像我们这么热的时候没有电风扇不能往自己吹啦就是只能在地上吹一下然后也也没有那个冷气啊什么都不行因为你让他太快的话他一样还是会裂 等于就是他其实一直都在跟时间晒跑这样对对对如果是单一作品的时候你就只能这样子做 单一作品就是客制化比如客人有客制化的时候就要一直跟作品抢时间对 对就是只能在一定的时间内把它完成 老师我刚刚有问说那个土啊你在做的时候那个土的差别像这一尊你们现在用的泥土是什么泥土可以 这种土是因为胶子桃土啊本来都用那个黑土啦以前大陆他们做寺庙 做那个水桥堂啦还是那个红堂都洗了准了洗了准了所以要年性很好嘛啊年性很好就是 因为这种的从大陆他们传过来的嘛以前大陆他们 福建那边都做一些那个 廟的红堂的啊所以以前挣三十二来台湾 跟我们台湾去廟台湾以前不能去廟嘛 跟我们台湾去廟所以用一些他们台湾 福建啊广东那种红堂啊那种堂啊所以这种堂以前最早期是用 大陆广东的黑土 大陆广东的黑土后来 有一段时间跟大陆断了嘛 后来都用 用那个金门的 用金门的黑土因为金门离广东一金嘛 后来 后来 后来又有三通了后来 台湾一些造 一些链土厂后来都买 买大陆的土进来 提链 所以 所以这种黑土 有一 有一点大陆那种黑土啦 他们大陆黑的土在洗 台湾没有黑土啦 可是后来都精彩嘛 这种黑土的土大部分都是一定 成分有三分之二以上都要用黑土 因为他的链性很好 链性很好就是雕塑的可以 展延啊展延很好 要怎么说的就是 我们做那个骑马打仗 那个卡啦 鹼啊 那个章啊 那个头蒙啦 可以做得很柔的 可以 所以他这 软球 软球 他可以展延很好 我考考看你其他的作品 延展经文很好 对啊 我刚才看你那三个一则 有那个软球软球 全世界土 每一种土 他的使用都不一样 也有磁土 磁土硬度很好 他的硬度 因为磁 磁 和土 土不一样 所以 摇烧的温度都不一样 每一种 烧成温度都不一样 黑土的烧成温度比较低啊 所以说 跟他胶子头都说 低温头 低温头 他指他的 陶土烧成温度比较低 有的烧 一千 一百 有的烧一千三百度 一千两百度 黑的磁土啊 啊他们的胶子头以前都七八百度 就能成熟啊 因为 以前都是用 以前我们都在廟 在做红子的时候 都在廟 烧土油 所以在那 烧茶 就烧到七八百度 烧火串的烧茶 以前都在庙 做红子 就在庙旁就可以做了 就可以做了 不用 不用 高科技的电窯 还是什么窯 以前就是 你要烧土油 就让烧成 就让直接 啊可是以前都很小见啦 以前都 拼杜 拼杜 红子 四寸三寸 以前在做的东西 古早的古籍在做 三寸四寸 都说三寸四寸 没超过整串的 他们在整串的烧毫起来嘛 对对对 以前都是三寸四寸 都离锯杜 到红子 我的印象 现在就不同 因为 现在有高科技的电料 电料可以烧成 比较 温度拉高 我们再加一些 半瓷土 以前陶土 都是黑土嘛 现在有加一些 半瓷土 温度把它拉高 拉到一千一百度 已经 最高了啦 就增加它的稳定性就对 增加硬度 硬度 以前 以前 比较硬 以前的教育头很脆 稍微摸不下 掉了 不过它在廟的水车堂 没关系 横红看 摸不错 你去摸 摸就掉了 所以以前的淘土 比较脆 很脆 脆 脆弱 现在都做得更硬 因为高科技 我们可以让摇烧 比较好 电烧 而且它才有混合泥土 混合泥土 以前没有混合 以前都是纯粹用黑土 你现在现在要把它喷水了 因为电风山一直吹它干掉 因为做淘土 他们做淘土 一般都是全部要全部完成才可以给它慢慢干 现在 在制作的时候还要再修修补补还要再加再剪 所以这淘土 不可以干掉 干掉你再接就永远接不上去了 没法再接头 那个空间会 空间会不一样大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跟你讲话 现在风很热 也很干 所以它要一直帮它补水 跟你人的皮肤一样 一直补水 美肌一个掉 要给美肌一个掉 或者给它缩掉 给它干掉 干 干掉就是 淘土已经缩缩 已经完成 缩缩了 没有水分缩缩 已经缩缩完成 所以 你在加什么 土 在加永远都接不上去 你还没有缩缩完成 它已经现在缩缩 只有 只有10% 20%而已 还可以再接 还可以再接 它的湿度只要湿度一直在 湿度一直在的话 它就不会缩得很快 它就可以慢慢来 那如果说 让它一次 像刚刚那个干掉 变灰白色 那个就 救不回来了 所以老师 吃饭饮都在给它補水 就让它保湿 让它体肤很好 而且这一支好像听说要到 到日本 对 这个是日本客人 过来 日本客人过来订的 哇 你真厉害 你名声到日本 你名声到日本 我在开始让他讲话 很尴尬 客人的家人 家人说 他们想要一个 一样的那个 白玉面菩萨 那他们就 稍微找了一下下就想说 过来请老师说 可不可以帮忙 做一个 一样的 那个 菩萨 老师 一般不会复制 一般不会复制 那个一样的东西 因为那个是 别人的作品 对 那那个客人就说 他因为 家人很喜欢 然后又找不到 那他们也有经过武德公的同意 所以说 我们才可以 帮他去做 父子 这样 这人在 那那伯母神明 伯母神明 他可能有 去申求庙方 同意 申求庙方 他伯母神明 可能 有甘明 想要 想要那个 那个武德公的 那个观音 他叫代表 石腕陶做的 石腕陶是 土的 土的原料吗 他那种陶 也是当地的 叫石腕 当地也叫石腕 所以他们用 当地的那个陶 因为石腕陶跟焦腕陶很接近 他们都 一种雕塑 庙语 文化的东西 所以他们石腕陶也有做 庙 他们广东那些 屋顶上面 都有做一些 传统吉祥 的神兽啦 人物啦 什么 他们也是都用石腕陶在做 所以 石腕陶跟 福建的 一些 我那些 屋顶 要做 所以 以前说 焦石头就是 广东 石腕 传进来 好可能 因为 历史 他们要去追究 对啊 没关系我们只要看那个 物件的美感就好了 原料真的很复杂 可是 你这样让我想到 那个 我知道有一些像木雕老师或石雕老师他们很厉害 就是 他们可能看到那个东西就知道说 这是什么木头 这是什么石头 那你看这个你会知道说这是什么土吗 会啊会啊 真的啊 土 几个种啊 我刚才跟你说 还是你要用 你要等它动的时候用手去摸 才知道是土 没有 他如果是成品你也知道说他大概是怎么做 那个就变了啦 因为 图 好几千种啊 那如果说你 一般这样子摸的话 像是木截土那种 你什么那个可以 但是如果差不多的东西 你 很难去认定 尤其是它烧过之后 除了颜色 你可以分辨一点点 其实其他的 你就要用 检测的仪器去分 然后 像黑土的话 他可能就有一千多种了 你要去 分得很细 那也 比较困难一点 可是我觉得你们都是客气吧 应该 大方向都会 看 差不多的东西 你可以 很 就是很快的去确认啦 但是如果是像 陶土的话 一样是陶土 你可能就很难去分辨是 哪一个的陶土 因为你像 半瓷土 他就有 差很多了 有的很 白的 有的 比较颜色 比较深一点的 然后也有 比较那个 淡一点的 然后有的土 看起来是 黑色的 但是他烧出来 他会 红红的 那有的 看起来 白白的 但是烧出来 他也不见得会白 像有时候 我们要跟那个厂商买黑土 厂商寄给我的时候 是 我们是 进窑烧 烧出来是黑色的 但是 等那个厂商那边 一顿的土 寄过来的时候 一顿喔 我们一次都是 四顿再买 四公顿 四公顿喔 很多 很多啊 因为你不这样子整批买 每一批的颜色 因为我每次买土 尤其是 现在这个时候 你跟厂商定的批号 他来 不见得是那一个 他给你的那一个 样品 但是他给你 不见得是一样 因为他现在 他们说 他们有那个 在找土的 世界各地 到处去找 因为现在土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这一批 如果 我觉得他可以 我就会一次买多一点 回来 因为下一次不见得 四顿的土 是一座山吗 没有 他现在这个土已经 他们先 现在的土是洗过了 然后他也抽过了 所以他会比较结实 你像 以前我们 三十年 三十几年前 的时候 买回来的土 还要自己去 晒干 然后去洗 要先洗过 土要先洗过 对啊 因为里面有碎石头啊 然后那个树枝啊 什么的 一起 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很多 哇好辛苦哦 对 现在是 比较轻松一点 是不用去洗 那个土 老师都要洗过了 哦 可以洗 哦三十 所以早期的土 就是真的就是 有点像是那种 空头油那种概念 就是旁边的土 然后弄一弄 然后再用土 去烧它 那个他们 你像那个 我们在用砖头的 他们还不见得 会去洗 那一个土 那我们这个土 回来的时候 里面 比白面粉还要细 因为它只要里面有一颗石头 你像我们加热到一千一百度的 那观音的脸很黄又有一颗紫 对不是 它会整个从那边裂开 因为它的那个石头可能 耐不了那个高温嘛 那只要你 这个在细部 可能 跑了一颗石头在那里 它就从这里炸开 那这个作品就毁掉了 所以我们的土真的是要洗 然后还要塞 对然后再下去真空这样子 天啊 哇真的很难想像就是 就是自己 你 对啊 在这里你都很柔细的就是瘦瘦的 然后在旁边 瘦是因为搬很多东西才瘦 对啊 然后在旁边让土晒太阳 对啊 以前的作品没有像现在那么大 也没有量那么多 因为你光是要洗那个土 那个过程 你就要 先 空掉很多时间 然后去洗 洗那个土 然后再晒干再练 然后我们的釉 也是老师自己提炼的啊 全部 如果说我要从零开始 到有的话 我可能要弄个 用以三十年前的时间来算 我们光是整备 那一些材料 至少要半年以上 才能把图 练一批出来 然后再把右舍再练一批出来 所有的那一个材料都准备好 要半年的时间 才能开始进入那个作品的 那一个 制作过程 那现在好一点是 土可以去买干净的 但是右舍如果说我今天 量大的话 就是做得比较快 中间少了一个颜色 我就是整个要停下来 然后等老师回去 把那个又再重新再 再做一份出来 然后才可以再 接下去 那那个右舍 就等于是这边的 独门秘方 独家秘方 对我们的右舍 自己 自己用自己的那个 配方下去 调炼的 不是像 某一些 有人是他是直接买那个 工厂 大量 制作 那他的颜色会比较统一 那因为我们是买很多的那一些 那个 化学的那个氧化菇那些玻璃 还有那些下去 去调配 所以我们的颜色跟 外面的 卖的不太一样 像我们的胭脂红 他就是用纯黄金下去提炼的 想想看 黄金吗 我一直以为只有那个 黄金真的很厉害 我一直以为只有那个彩繪跟 那个 头像 安心 没有我们也是用黄金 去提炼 像现在 一克要 六七千块 对啊 一克大概就这样子一碗 就六七千块的成本 对 好恐怖喔 对啊 所以说 它也是 还蛮 金贵的 但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那个工艺才会就是很精致啊 就是那会有一种精致的美感 因为我看 你们家的胶纸桃就是 颜色就是 就一看会知道是你们家的东西 对它是我们 颜色有自己的特色在那里 比较不会那么鲜艳啊 对 对除了颜色之外 还有那个老师的丘楼 老师 老师的作品 较温 温吞 较温和啦 较温和 较没那个力气域 老师的个性就是慢慢来那种 老师做的观音 就有他的特色 所以客人很喜欢他的那个观音 就很有韵味 而且我现在看老师在做那个观音的手指头 虽然说这一尊是 比较大尊的 可是那个手指头还是很细 然后要一根一根这样 黏上去 我感觉 很恐怖 我在旁边看我的感觉 会有点替那个手指头紧张 对啊他就是现在在那个 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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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胶子头还要摇骚嘛 所以很困难 摇骚 成功力也不是很高啊 所以 胶子头的 成本比较 严重 因为 成功力啊 它摇骚 因为这不是手拉胚的啊 不是 因为手拉胚它的厚度都平筋嘛 啊塑形头要控制它平筋的厚度要摇骚 比较不会劣啊 啊有了 因为它是 弯曲的啊 不像那个手拉胚还是那个 那个磁砖还是 还是那个 就 他们都是 固定形式 固定形式 那这外外的 你要控制它的厚度啊 哦 它的厚度一定很重要啊 所以它摇骚 起来还要再 还要再挖 挖空 所以要挖 在挖的时候要控制它的厚度 哦 都是功夫耶 没有讲都不知道那个秘辛是什么 如果说 以前教授做小尊的比较好做 小尊的 它的 摇骚 摇骚也控制 厚度比较不会 要求那么高啊 如果做叶大尊它的厚度 控制要非常精准 对啊 所以大尊的功力就是在于说它的厚度 就是 泥土的那个 厚度的控制 这样子 对耶你刚刚讲我突然想到啊你这样如果这一尊你做了七天 然后你进去烧 OK就OK OK就OK 坏掉了就坏掉 就一支又要花七天来做它 我怎么不跟它说呢 我看已经 已经那个 两三周了啊 如果 如果是坏掉了 就全部再重来 不不不不它不会坏掉 它不会坏掉 我很怕 嘿嘿 对啊 它不会坏掉啦 最好是 最好就是 打 打出膜 然后 去做那个 它就可以控制那个厚度是从头到尾都一样的厚度 所以为什么要打石膏膜 打石膏膜只是为了要控制它的那一个 有时候如果像 比较急的话 没有时间从来 老师有可能会再打一个石膏膜 翻过一次之后 然后抓它的那个厚度 对然后这样子它就比较万无一丝 OK 就是比较可以有保障啦 对 但我觉得其实石膏膜出来之后 你还是 必须经过那个人工的整理啊 一样啊 石膏膜它只是想要一个 大小 一样 然后它那个陶土的厚度会一样 不会像这个这样子 一半就裂开啊 那它就是比较会安全一点 那 椒子陶它如果越小的话 它那个土就越薄 它就越容易烧 那你像它这个这么厚 一般如果说我们进窑烧可能 小件的作品可能24小时能够 慢慢加温到24小时就完成 那你像这个比较厚的话 它可能要36个小时 因为它加热的那个 速度要变得很慢 就是等于是说 温火慢煎让它熟透了 再慢慢那个温度慢慢一步一步慢慢加上去 所以 烧越大件的时候它的时间要拉得越长 然后降温的时候也不能让它从1000多度一次降下来 它要慢慢的1000度 然后大概 它降到 900多的时候你可能还要再让它 加个热 让它 温度不要 像溜滑梯 直接溜下来 这样子它就 会容易破掉 那你们这样控制温度的话 会不会就像那种 东山北盐盐盐 一样 就要24小时都要有人在旁边 现在有电脑 现在有电脑 对对对 但是你还是要去 去注意啊 像我们在加热到600度之前 那个窑 它是500多的时候是没有密合的 它是要有开一个缝 让那个 湿气跑出来 所以老师要练就一个好平就是 你要关门的那一个时间 它那个湿度如果 还是很浓的话 你那个盖子 那个 窑乳就不能盖起来 因为你盖起来湿度在里面 它就会裂开 所以 我们就是像下雨天的话 你在窑梢的时候 你就要特别的去照顾它 就是 你要确保说空气中都没有那个湿气的 那个味道 你才可以把那个整个窑乳 密合 对 很急感 当然因为你像 我们眼睛这样子看它是干了啊 可是它肚子里面没干啊 那你加热的时候 它那个里面的湿气会往外跑啊 那你如果没有让它有那个 空间把湿度跑出来的话 那它就会裂在 它就会裂在里面 所以你要去 闻那一个空气 那个湿度还在不在 如果没有湿度了 你就可以把它关起来 让它温度慢慢 往上冲 哇 哇 听起来真的 真的是很搞刚 对啊 老师那你 是几岁开始做这个 这个工作啊 二十 二十八 二十七 二二七 二七 二七 二十八 找我吗 你是 你是做这个 那里找我吗 哈哈 二 二六 二七 二六 以前 没有啦 當兵以後就跟我大哥去做廟 那時候都做二十幾位做雕塑 做外面廟的那個雕塑 做佛像雕塑還是一些 一些土雕、水泥雕塑 以前跟我三哥都做廟的工作 後來 哈囉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今天的節目你們還喜歡嗎 如果你有想要知道 卻遲遲不知道從哪邊了解起的文化 或跨文化相關主題 都非常歡迎您傳簡訊或留言來告訴我們 我們會盡力邀請從事相關工作的老師們 來節目和我們分享他們精采的故事以及理想 我是古林金 再次感谢您聆听我们的节目 并且感谢这次的节目后制张永乔 行政执行陈温如两位坚强的后盾 让节目得以顺利进行 同时也非常感谢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 对于本节目的肯定与赞助 我们的节目将以一个月一个主题的方式 邀请从事传统艺术文化相关的朋友 那和我们聊聊工作中一些有趣的事情 也请正在聆听节目的你 不令习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下礼拜频道上见 拜拜